从这里出发 走到了这里 然后他告诉我要回去的话是3.5公里 从这边回去3.5公里 但是如果我要是想从这边回去就得6公里 这个桥 就是 这个地方 这边 6公里 而且道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这边 百游马路 3.5公里 所以 让我们走这边 首先是要经过这样一座小桥 小桥还是不错 具有一定的摇摆性 摇摆度 那边好像就是 bc hydro的发电站 nice good looking 那边是发电站 好像是 水从这里流下去 然后 就会发电 什么时候继续往那边走走 那边好像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过去 那么这边 如果你能够看到尽头的话 那个尽头就是我们来的时候的那个沙滩 太阳照在云柴后面 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很清晰 还是继续沿着这条具有挑战性的道路前进 当那个雪化尽了的时候 就是鲜花盛开的时候 好 继续前进 走在这摇摇晃晃的小桥上 人在不断的来 也在不断的走 好 我们继续向前走 走这条6公里的 具有挑战性的道路 但是我知道这边还是有两条小径的 这条上山的小径 据说很具有挑战性 把它留给 下一次 我们走这条 山下的这个小径 6公里的挑战性是个什么样子 感觉感觉 还有人一路小跑 看来有人是从 反方向 逆时针方向 行走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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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喽 哈喽 哈喽